官呼聲中上台落座 北朝鮮領袖金正恩 深情卻相當凝重 講到激昂處 還不斷以手勢強調 金正恩下令改善基礎設施 擴大耕地面積 官員們正比擊輸 因為這些目標都不容失敗 南韓先前就曾報導 近期北朝鮮部分地區 餓死人數暴增 糧食危機正在惡化 美國智庫研究當前的糧食危機 是北朝鮮1990年代 爆發饑荒以來最嚴峻的一次 可見金正恩兩年前 親自督導糧食生產 至今依然難見成效 大愛新聞 江玉廷編譯